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拜佛舍报往生 在一个山村里有一位猎人 他经常在山上设置陷阱 捕抓一些小动物 不错 程大哥 今天又有收获了 是啊 抓到了两只野兔 我正要拿到市场上去卖 好换点钱买酒喝呢 程大哥可真厉害啊 每次上山都会有收获 还好啦 不瞒你说 因为我在山上放了好几个陷阱 所以总会有那么一两处能有所收获的 嗯 原来是这样啊 这位猎人从山上捕抓来的动物 不是自己杀来吃 就是拿去卖掉 他的邻居中有位学佛的老太太 见到后心中十分不忍 便对其进行劝说 但猎人却不以为然 依旧我行我素 哎呀 小陈 你又上山捕猎了 是啊 今天抓到了两只野兔 正打算等一下拿去卖呢 你这是在杀生作恶啊 我劝你还是放了他们吧 张阿姨 你说什么呢 我那么辛苦才抓到的 怎么能放掉呢 你没接触过佛法 不知道杀生的罪恶有多大啊 你每天都伤害那么多生命 以后可是会造报应的 我是一位猎人 就靠捕捉动物来生活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哪里会遭到报应呢 话不能这么说 那些动物跟我们人一样 都是有感情 有灵魂的 他们甚至也会恭敬佛法 张阿姨 你再说笑话吧 他们也会恭敬佛法 如果他们真的知道什么是佛法 那我以后就不再捕捉他们了 这一天 猎人又上山查看自己设下的陷阱 他意外地发现 有只黄鼠狼中了陷阱 被关在了笼子里 不知道今天会抓到什么 希望能抓到一些稀奇的动物 怎么回事 竟然没有猎物 我还是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哈哈 是黄鼠狼 今天可是抓到了一个好东西 他的皮毛可值钱了呢 真好 有了你 我这几天的酒钱总算是有着落了 猎人拎着不抓到的黄鼠狼 来到集市上叫卖 许多人都围了上来 咦 这不是黄鼠狼吗 是啊 我今天刚刚抓到的 怎么样 要买吗 现在很难得可以抓到黄鼠狼啊 是啊 这只黄鼠狼的毛 看起来很不错 可不是吗 你看他这身皮毛 多难得呀 你要是想买的话 我算你便宜一点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慈悲的出家师傅刚好路过 他看到猎人身旁聚集了好多人 于是便走了过去 那里发生什么事了 阿弥陀佛 请问一下 那里怎么聚集了这么多人呢 有一位猎人抓到了一只黄鼠狼 正在那里叫卖 大家都过去看热闹呢 啊 卖黄鼠狼 是啊 那只黄鼠狼看起来好可怜 他还在流泪呢 嗯 我得过去看看 等出家师傅来到黄鼠狼的笼子前 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 那只黄鼠狼竟然一直看着师傅 接着便在笼子里不停地向师傅磕头礼拜 师傅 你看 他在看你呢 是啊 这只黄鼠狼是怎么了 我想这只黄鼠狼看到了慈悲的师傅 一定觉得自己有救了 他这是在恳求师傅救命呢 这怎么可能 他只是一只动物而已啊 任何动物都是有灵性的 他们甚至知道恭敬佛法 我想这只黄鼠狼是希望我能够救救他 啊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只黄鼠狼竟然在磕头 难道他真的知道师傅能救他性命 这也太离谱了 哈哈 不用拜我呀 我是代表十方道友们救你的 放心吧 你不会有事的 笼子里的那只黄鼠狼竟然听懂了师傅的话 他流着泪看着师傅 不停地点着头 天哪 这太不可思议了 他竟然听得懂人话 当然了 师傅不是说过吗 任何动物都是有灵性的 他们甚至知道恭敬佛法呢 难道 难道他们真的这么有灵性 你想出来吗 啊 看来他真的是在恳求师傅救命啊 他想离开那个笼子 怎么样 可以将他放出来吗 把他放出来 他不就跑掉了吗 我想他是不会跑掉的 啊 放他出来他还不会跑 是啊 他离开了笼子 怎么可能不逃跑呢 这样吧 如果他逃跑了 那这只黄鼠狼能卖多少钱 我就赔给你多少钱 你看怎么样 好 要是他不跑的话 我也不要了 就送给你吧 那就多谢了 你放了他也是积下一笔善德呀 当猎独打开了笼子后 那只黄鼠狼竟然真的没有逃跑 而是来到师傅的脚边磕头礼拜 天哪 他竟然真的没有逃跑 真是太神奇了 看来他真的知道恭敬佛法 太有灵性了 哎 我真是服了他了 师傅 这只黄鼠狼归你了 好了 你现在自由了 可以回家了 我也得回寺里去了 可是那只黄鼠狼并没有往山林里去 而是跟随着师傅一直来到了寺庙中 哎 那只黄鼠狼想做什么 他怎么不回山里啊 我觉得他是想跟着师傅去寺里 求师傅让他皈依三宝 往生转世啊 啊 难道一只黄鼠狼也知道这些 是的 他知道的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我总觉得不太可能 一只黄鼠狼竟然真的知道佛法吗 对 我们去看看吧 猎人等一行人 跟随着师傅来到了寺庙 他们看到了那只黄鼠狼 正对着坐在大殿的师傅 不停地跪拜着 你想听开示吗 想脱去这身皮毛吗 那好吧 在皈依三宝之前 你要姿势端正 和人一样 和掌恭敬世尊 没想到那只黄鼠狼竟然听懂了 他急忙到佛前的拜殿上 然后看着佛祖 和人一样 和掌恭敬地礼拜着 不会吧 难道他真的会像人一样合掌礼佛 不知道啊 他能做到吗 真没想到啊 一只黄鼠狼竟然有如此的觉性 看来我真的错了 以后我可不能再捕猎动物了 这时候 师傅来到黄鼠狼的面前 为他开示佛法 如果你听懂了佛法 你就舍了这身皮毛吧 神奇的一幕又发生了 当那只黄鼠狼听了师傅的开示法语之后 就安详往生了 阿弥陀佛 善举救己 在军人的世界里 每天都有可能发生残酷的事 迈克就是一名 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国士兵 虽然迈克身处在 维基斯福的战争地区 但他却认为 在这严苛的环境里 更需要爱心和温暖 快停车 快停车 迈克 发生什么事情了 有情况吗 你们别那么紧张 你看 路上有一只小狗 它好像受伤了 我们小心一点 不要压到它 原来你是怕我 压到这条小狗啊 迈克 这里可是阿富汗呢 每天死于战争的人都成千上百 你怎么还有心思 关心一条狗的生命啊 是啊 这里的环境的确非常糟糕 但是你们想过没有 在这严苛的环境里 我们才更需要爱心和温暖 嗨 你别害怕 我是来关心你的 哎呀 你伤得可不轻啊 小家伙 我带你去营地治疗一下吧 那里有吃的 也很安全 你愿意去吗 哎呀 迈克 你怎么又把这条狗给抱回来了 它的腿受了伤 要是留在这里的话 它会很危险的 所以我打算将它带回到营地去 为它治伤 伤治好后 你会将它继续留下来养着是吧 迈克 前一阵子你收留了沙夏 今天你不会是想给它找个伴吧 是啊 它可以留下来给沙夏作伴啊 嗯 小家伙 我给你取个名字叫塔吉怎么样啊 伙计们 你看塔吉喜欢这个名字啊 塔吉 一会儿我让你见见一位新朋友 他的名字叫沙夏 迈克将小狗塔吉带到营地后 便对他进行了悉心的照料 一些士兵对迈克的做法不是很谅解 但迈克却一直坚持着照顾小狗 怎么 迈克 你又捡回来一条流浪狗啊 是啊 它受了伤 很可怜的 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啊 每天都会有战友受伤牺牲 你却还有心思可怜那些流浪狗 这些狗跟我们一样都是有生命的 它们也渴望活着 害怕死亡 我们为什么不能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它们呢 这些狗怎么可能跟人一样 作为战友 会在你身处危险的时候拉你一把 这些狗会吗 当你身处危险的时候 它们会出手救你吗 我相信 如果我遇到了危险 它们一定会不顾一切救我的 好吧好吧 我倒真想看看这些狗是怎么样救你的 在迈克的悉心照料下 塔吉很快便恢复了健康 并和迈克先前收留的小狗沙夏成为了朋友 他俩时常跟着迈克在营地里散步 迈克 塔吉的腿伤这么快就好了 是啊 他真是一条不错的狗狗 又通人性又健壮 所以伤口好得也快 我看他之所以能这么快康复 是因为你的原因吧 我可看到了 你把自己的那份牛奶 天天带给塔吉喝 他是伤患嘛 当然要补充一下营养 迈克 你对这些狗可真好啊 你看 他们这么通人性 我怎么忍心对他们不好呢 几天后 迈克又带回来了一条名叫鲁夫斯的狗 这条狗的主人死于自杀炸弹客的袭击 迈克觉得他非常可怜 便也将他带回了营地 迈克 你怎么又带回来了一条小狗啊 是啊 它的名字叫鲁夫斯 诶 它不是一条流浪狗啊 迈克 你怎么把一条有主人的狗给带回来了 是的 鲁夫斯是有主人的 只是他的主人死于自杀炸弹客的袭击 从那以后他就成为了一条流浪狗 哎 可怜的家伙 所以你就把他也给带回来了吗 是啊 他实在太可怜了 每天都会在自己主人出事的地点徘徊 我跟他接触了好几个月 他这才渐渐信任我 愿意跟我来到这里 他来到这里也好 或许塔吉和沙夏 会让他渐渐忘掉以前的伤心事 验得开心起来 嗯 我也是这样想的 沙夏 塔吉和鲁夫斯这三条狗 成为了美军营地里的一员 每天都能看到他们 跟随着士兵迈克在营地里走来走去 当迈克外出执行任务时 他们会在营地门口 等候着他的归来 你们三个好好待在这里 我有任务要外出 你们等我回来哦 可别乱跑 迈克 你真行啊 竟然能让这三条狗都这么听话 他们不是听话 而是通人性啊 驻扎在阿富汗的美军 处境是非常危险的 很多阿富汗的自杀炸弹客 会对他们进行偷袭 许多美军就因此而丧命 这些自杀炸弹客真是太可恶 你们看 他们又袭击了我们的营地 是啊 我们这里也要小心一点的 迈克所在的营地 也成为了自杀炸弹客的目标 这一天晚上 一位阿富汗的自杀炸弹客 偷偷潜入了营地 这三条狗 发现了这名图谋不轨的炸弹客 于是立刻冲过去 围着它大叫不止 阻止它进军营 而狗狗们的叫声也吵醒了正在熟睡的士兵 咦 这里怎么会有狗呢 该死的狗 不要叫 不要叫 咦 怎么回事 好像是鲁夫斯他们的叫声 迈克 你也不管管你的狗 真是奇怪 平时他们都很听话的 今天怎么会突然乱叫起来呢 走出军营的迈克 一下子发现了炸弹客 有炸弹客 有炸弹客 他急忙大声呼喊战友 炸弹客见自己破落了目标 便将身上的炸弹引爆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家快起来 有炸弹客袭击我们 该死的狗 你们破坏了我的计划 炸弹爆炸了 士兵们都没事 但是在炸弹客身边的三只狗狗 却被爆炸波及 沙夏因此丧命 而塔吉和鲁夫斯也受了伤 沙夏 沙夏 你醒醒啊 你醒醒啊 真的好险啊 如果没有这三只狗 我们今晚可能都会被炸死的 是啊 是他们救了我们 后来迈克要返回美国 但是他担心下一个驻扎单位 不会好好照顾这两只狗 于是写信给美国军方单位 请求让他把这两只带回国照顾 负责处理的军官 听了迈克和这几条狗的事迹后 非常感动 于是便让塔吉和鲁夫斯远渡重养 和迈克一起在美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有一个努力是带身上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3989-8686-03989-8686 宜蘭大悲观音道场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公送普门品即佛前大贡 下午大悲惨即慈悲诗时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组法日期10月17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兰里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者 身长者家 五者 身坏命中 身善处天上 所以然者 如来无语等也 如来有信 有见 有闻 有会 有善色成就 事故成就无功德 若有众生恭敬 礼拜诸佛塔庙 得十种功德 一者 得妙色 好生 二者 有所发言 人皆幸福 三者 储重不畏 四者 天人爱护 五者 五者 聚主威士 六者 威士众生皆来情福 七者 常得清净诸佛 菩萨 八者 举大福报 九者 命中升天 十者 肃正虐派 世民 礼佛塔庙 得十种功德 若以清净心 于如来灭后 供养设立者 或造于塔庙 即如来形象 于比塔向前 扫图曼陀罗 以种种花香 散布于其上 以诸妙香水 而育于佛像 尚妙诸饮食 尽食以供养 赞礼佛功德 无量难四溢 智慧及神通 诸善巧方便 西街道彼岸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